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然後很高興大家來參加今天的主學星期五 然後我們首先熱烈的掌聲歡迎黃國昌老師 上次其實很好意思啦 就是說因為他來參加主學星期五啦 然後參加一些活動 結果隔天呢他就平和了後半頭 然後他就開始被追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今天我們在開始出版單位 特別說他一定要好好的保護他自己 然後我們等一下 當然也會今天要討論題目 大概會比較學歷一點 當然是一個運動的角度 由黃老師他的專業來談 他的關於罷免這件事情 不過當然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公民運動 那公民運動在做的時候 大家不自己磁心的集結 集結完以後 師父要去給你政府壓力 然後表達出人民的聲音 可是好像我們看過政府 不管你不理你 又不透過一種立法的程序去介入的話 發現公民運動其實是一場場 零星而故意的運動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會希望說 公民運動之所以沒有辦法 展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抗爭什麼 不知道我們要反抗什麼 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基本的公民意識 那當然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做分享 也可能做為提醒 我剛剛去歐洲的時候 去跟一群老師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剛剛講說 我們這些都喜歡談啟蒙運動裡面 那個理性的力量 能夠自主的決定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可能都忘記了 在當時他們在談啟蒙運動 或者談理性的力量的時候 其實不是人缺乏有沒有理性的問題 到最後人有沒有勇氣去使用自己理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發現在 現在即使我們發現到很多不公不一的事情 邏輯前後矛盾的事情 公然說謊的情形 其實對我們來說好像都已經習以為常 我們不會覺得說 這是不對應該要去反抗 甚至應該去批評 這導致我們就不斷地去姑息這樣的聲音 而讓這個聲音呢 反過來控制我們 變得我們就要接受它 然後別人告訴你說這個叫現實 所以我們活在一個我們不要的現實裡面 然後我們不要現實裡面 甚至別人還希望用這個東西來告訴你說 你要有現實感 所以常常在做抗爭活動或公民運動的這些人 其實他們非常辛苦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他們可以過得非常好 他們也非常優秀非常聰明 他們為什麼還要站出來 他們可以選擇一個非常 成為一個非常自私的人 他們也可以成為一個非常秀逸的分子 可是後來我在跟他們聊天以後發現我們都 很多多少少有一種我稱之它為叫利他的虛榮 就是想利他這個 可是又反省到這種利他會不會來自一種自利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利他的精神稱之為利他的虛榮 去告訴自己我在做利他的事情 其實背後一種虛榮在裡面 可是這個虛榮是跟其他做為一個完全自利的虛榮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實質上面不一樣 雖然我們都可以說這個是一個每個人都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可是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其實到最後我們背後 我們的整個社會的政治的場地裡面 其有一個更大的看不見的力量在決定這所有的一切 那我們今天除了公民運動在遇到這個問題的挫折以外 那我們後來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跟國昌老師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憲法本身賦予給你的權利 比如憲法17條 選舉創制覆決罷免 甚至在憲法133條 然後選舉人可以由原選舉去罷免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是有武器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現在又加上現在目前有的憲法133實驗聯盟 由馮光雲老師 因為他正在小中中的時候都還願意跳出來 帶領這樣的活動 那實際上我們旁邊的朋友看到他的時候都很擔心 萬一再下一次 我不壓嘴 萬一身體又不太好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做這樣的公民運動的很多優秀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有時候會對他們感到非常的心疼 他們犧牲了自己的時間、精力、健康 來去做一個他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可是卻不見得能夠呼喚起大家的忠實 那這個事情就是我覺得我們都要回去去反過來去想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現在如果說我們有一個方式 他既然要提出憲法133條裡面提出憲法133的實驗聯盟的時候 這件事的時候到底它有沒有可行性 我們要罷免立委這個有沒有可行性 甚至他門檻的委包會不會是一種浪費時間 又是一種另外一種鳥籠公投 這種鳥籠的罷免活動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制度上面先理解他以後 再決定說我們要花多少時間成本和力量 以及我們要投入的時間跟策略要怎麼去理定 所以這我一定不多說 那個細節就交給黃國昌老師 那我們就熱力掌聲幫你拿 謝謝沈教授還有 小老師 所以我覺得星期五的邀請 第一次上一次來這個地方 大概是去年三四月的時候 那時候跟一群朋友一起發起一個拒絕中式的運動 那一次主要是以一個運動者的身份 在花了很多的時間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一群知識分子竟然要站出來反對一個媒體集團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哲學星期五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對於這個運動我自己的印象是質疑的成分 大於支持的成分 不過如果各位有過去一年多有關心 不管是你從反光中運動的角度 還是從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角度 看這個運動的發展 可能會對當初為什麼有一群朋友 願意站出來做這件事情 有進一步的了解 那今天的身份比較不一樣 不是從一個直接運動者的角度 而是從一個關心這個運動的第三人 那或許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機會轉化成 從關心者變成實際的運動參與者的角度 來看先把133世界聯盟他們在做的事情 如同各位剛剛在發言的自我介紹的過程當中 其實某程度上面反映的出來 台灣公民社會在過去這段時間的焦慮更不安 在大普的世界以後也好 合室的世界以後也好 福茂的世界也好 或者是在1985運動結束完了以後也好 非常多關心台灣公民社會 以及台灣未來的朋友 大家心裡面的問題 事實上已經不是 為什麼要猜政府的問題 問題的層次可能早就超過了很多 那進一步要回答的是 如何猜政府的問題 我並不會說 大美全的行使是現在要去回答 How如何這個問題為一個答案 但是它提供了一種可能的選項 那這個可能的選項 在許多公民運動的路線當中 我們從比較寶貨的視野來看的話 它具有什麼樣子的戰略位置 可能可以達成什麼樣子的效果 我覺得這些問題可能從運動者的身份來加以回答 會比較適當一點 不過我今天可能試著從一個 作為研究法學的人 關心這個運動的人的角度 來談談我對於這個公民權行事的探訪 反正年底沒有選舉 我們不怕 那這個是某一位立法委員 他在2008年6月底的時候 封殺97年退稅及不住二年條立朝案 他所講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是在公開的場合所講的 某個程度上面反映得出來 那些立法委員 認為在選舉圈行事完了以後 他們的心理狀態 因為有那樣子的心理狀態 即使這句話再不適當 也不經意的流露得出來 這樣子的傲慢 今天晚上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是 對於這樣子的傲慢 我們有沒有什麼破解的方法 尤其我本來以為我自己被控制 你就一次案把所有的都 把這些都亮完 好OK這樣都可以 在 從比較政治的觀點下面 對於代議士 立法委員有任期保障的代議士 能夠行使罷免權 在世界上的國家當中 以目前的狀態來講 其實不能夠說是多 以美國來說 美國在聯邦的層級 不管是參議員還是眾議員 並沒有辦理的制度 但是在眾議會裡面有 那你要瞭解 美國為什麼在聯邦層級 沒有辦理這個制度 可能要先從 兩種代議士 他不同身分的角度看起 美國聯邦的眾議會 他基本上代表的是選民 但是他兩年就改選一次 因為改選的頻率非常的頻繁 任期非常的短 因此在他們的想像裡面 美國憲法的Funding Fallen 他們的概念裡面 並沒有行使罷免權的必要性 那任期比較長的是參議員 參議員他們的任期六年 對於一個任期越長 要代表民意的代議士 去行使罷免權的必要性就越高 問題是在參議員當中 為什麼沒有罷免權的行使 因為美國的參議員 他代表的是州的利益 他不是直接按照選民人數 再分配他的數額 每一州有兩個參議員 那跟美國他採取聯邦主義 和立法利益有關係 但是在州的城市當中 有十幾個州都有罷免制度 你如果說以整個歷史的重視來看的話 美國罷免權的行使 平均數來講 並不頻繁 但是如果各位比較關心 這兩年在美國公民運動的發展 會發現說 在這兩年當中 美國的公民運動 罷免權的行使 成為一個 開始受到重視 而且選民願意去利用的一種手段 我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光遠兄在接受自由時報的專訪的時候 他有去提到威斯康辛州 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的州長 Walker面臨了罷免權的挑戰 可是你如果把時間的序列 再往前看一年 事實上 在更前一年的時候 在威斯康辛州的議會當中 兩個黨的議員 都面臨到了八年的挑戰 而那個八年的挑戰 某個程度上是直接牽涉到了 他們的公務人員 在行使團體協約權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一般概念上面的 勞工團結權的時候 當那個州長要加以限縮的時候 那有一派的立法 委員他們的議員 支持這樣子一種基本權 勞工團結權的限縮 但是 作為一個公會他們的組織運動 就開始Pubbit那些支持 限縮公會團結權的議員 那展開罷免的行動 那最後 他們所提的罷免的對象 不是只有單一 而是那次的法案當中 支持這樣子的一個議案 跟議員 雖然最後 只有兩個議員被拉下來 因此 從議會裡面被拉下來 但是對於美國草根的公民運動 卻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喜致 那因此在今年 各位如果開始 去看一些美國當地的新聞的話 會發現說 在一些州 他們的罷免的運動 受到的關注 已經不限於在州的層次 而是在 以新聞報導的觀點來講 已經有National coverage 他把它當成是一個全國的立體 代價於儲物力 罷免權的行使 是不是說 只有在總統制的國家 才會有的 你如果說 比較浮面的去看說 目前內閣制的國家 的確 採行罷免制度的非常膨脹 但是並不代表說 在內閣制的國家當中 罷免權的行使 當一個代議士 他違反了選民的托付的時候 他們沒有思考過任何的機制 把他拉下來 在PowerPoint上面 秀的兩段話 是在 英國在 2008、2009年的時候 因為出現了許多議員 他們濫用職權來的事情 那因此 以內閣制註簽的英國 開始去思考說 英國是不是應該 要採用罷免的制度 在這個議題上面 不管是公黨 不管是保守黨 不管是自由民主黨 他們所採取的立場 是一樣的 也就是英國 應該要有罷免的制度 在2010年 自由民主黨 跟保守黨 他們所組成的聯合政府 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承諾選民 當他們選上了以後 他們要建立英國 罷免的制度 那只不過說 他們在討論 建立罷免制度的時候 有兩個思考的方向 一個思考的方向 一個思考的方向 這個代議士 他必須要做了很嚴重的惡行 譬如說貪污 然後透過某一定的機制 去認定 他這個惡劣行為的存在以後 才可以展開罷免 那另外一種制度呢 是在法條的規範上 並沒有去限定說 你必須要有什麼樣 特定種類的犯罪 或者是說 在法條上面 有列舉清楚的事由 才能夠去行使罷免權 如同各位在第二段話裡面 看到了一位 非常年輕的議員 他是一個保守黨的議員 他所講的說 真正的罷免的制度 應該要允許人民 把他們的代議士 以任何的理由 批出國會之外 只要 多數的選民 對於那樣子的代議士 能夠代表他們 表達他們的意見 已經喪失了信心的時候 這個時候選民 就應該要有這樣子的權利 那這兩種軸線不同的考慮 某程度上也反映出來的說 在世界上面 對於整個罷免的制度 從需不需要有法定的特定事由 要不要有一定的犯罪行為 當作類型化的基準 切開來兩種基本的類型 那我國所採取的是什麼樣的制度呢 下一頁 剛剛 金凱雄已經從 17條跟133條的規定當中 很清楚的看到了說 我們憲法裡面 對於人民參政權的賦予 除了選舉以外 事實上還有罷免以及創制賦權 那所謂的創制賦權 也就是一般 目前惡名昭彰的 鳥籠公頭法 鳥籠公頭法去限縮了 作為創制賦權 直捐民權 這樣子一種權利啊 的行 這樣子一種權利啊 的行使方式 罷免在某程度上面 可以說是直捐民權 的一種展現 那今天說到越後面的時候 各位開始會慢慢的發現說 目前我們現行的法律 對於罷免權的限制 還在戒嚴 這是一個戒嚴時期的罷免法 那這句話要怎麼說呢 今天到最後面的時候 可能各位開始會比較清楚的感受到 不過我們先看看 依照目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為了落實人民的罷免權 以及選舉權 所制定的這個法律 它就立法委員的部分 區分兩個類型 第一個是區域立委 你必須要就職滿一年才會罷免 目前在立法院裡面的立法委員 他們的就職已經滿一年了 因此憲法133實踐聯盟選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準備要開始進行這樣的運動 在法律上面是沒有障礙的 第二個部分是 全國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不適用罷免的規定 我一直有在關心憲法133 不管是連署的網站 或者是連署上面 很多的朋友在上面的留言 有不少的留言是希望能夠罷免部分區的立委 問題是目前法律的規定 規定不可以罷免部分區的立委 這樣子的規定核限嗎 下一頁 這個問題事實上在1994年 國國司法院大法官做審331號解釋的時候 他就提供了一個非常直接的答案 結論是這是一個核限的限制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不可以後過罷免的方式予以移除 理由是說 全國不分區如果是按照政黨的比例產生 不是由選舉區的選民以投票的方式選出 從憲法133條規定說 由原選舉區選民以投票的方式予以罷免 這樣子的規範就沒有適用的餘地 因此人民的罷免權也因此而受到了限制 大法官有想到說 他萬一這一種不分區的立委 他做得太誇張的話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機制去淘汰呢 他提供了一個答案 他說 此種民意代表 如果是由政黨一起得票比例分配民和當選 上市其所留選出之政黨黨員資格 就上市他當選的基礎 下一個 剛剛所提到 我們不需要有什麼樣困例的事由 就可以發動罷免權 在大法官4至401號解釋 再度的產生 那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 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 當時立法委員希望透過修法的方式 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方中去限定 限定說 如果憲法第73條賦予立法委員言論 以及表決的免責權 那這個時候 就他在院內所行使的表決權 以及他在院內基於問政所提出來的言論 就不應該讓他可以成為罷免的事由 希望透過罷免權限縮發動的可能性 來去限制人民直接民權的行使 對於這樣的一個法案 那時候有一批立法委員認為違反憲法的規定 因此在這個法律案修正通過以前 就提出了大法官釋憲的申請 那大法官做出的解釋是 133條是憲法基於直接民權的理念所設置的制度 立法委員就任一定期間之後 選舉人可以就其言行操守 意識態度 表決立場 與檢驗監督負政治上面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對於提議罷免的理由 當然沒有限制的必要 雖然我們的憲法以及大法官解釋 要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對於罷免權的行使 不可以去增加市由上面的限制 但是在實際 要怎樣推動罷免的這件事情上面 卻是限制重重 下一個 罷免要怎麼進行呢 第一步是提案的階段 首先針對你所要罷免的區域立委 在那個選舉區裡面的選舉人當中 你要找到三位的領選提議人 同時領選提議人還要再找到 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2%以上的提議人 才能夠完成第一階段提議的工作 那什麼是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呢 指的是被罷免人當選的那個時候 而不是罷免的那個時候 他當選的那個時候 也就是上一次我們投立法委員的時候 在2012年的時候 所投票的時候 那個時候選舉人的總數 那誰是選舉人呢 選舉人指的是 20歲以上 沒有受監獄宣告的博弈 監獄宣告就是我們以前一般所謂的 有進制產的宣告 你如果有精神的上司或精神的耗弱 被法院宣告監獄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選舉權 而必須要在該選舉區上 從罷免案提出的那一天 開始計算 往回計算 你要繼續居住 四個月以上 你才是選舉人 以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 如果說A選區 他前一次選舉人的總數 就是有選舉權 投票人的總數 是28萬8千人的話 則在第一個階段 提議的人數 要5760個人 才能夠完成第一階段 提議的工作 就提議的工作 在我目前提議的方式 可以說是用實氣時代 實氣時代 提議的方式 讓你很麻煩 麻煩到每一份提議書的成本 都很高 他不斷地去增加你行使 直接民權的限制 用來保護這些立法委員 他自身的利益 那什麼叫做 實氣時代的方式呢 下一頁 再下一頁 公職人員 大免提議書 各位從中選會的網站上面 可以download 下來 那各位如果download 下來的話 會發現說 我今天秀給各位的格式 跟中選會給大家看的格式 就是不完全一致 那理由是說 如果真的按照中選會給你的那個格式 來加以填寫的話 你會提一個很辛苦 你會提一個非常的辛苦 那個表格小到 你要把你家的柱子完整的填上去 還要可以辨識清楚 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 像我這種刺血很醜的人 未來中選會在審查的時候 刺激鳥巢 沒有辦法在這麼小的空格之內完成 地址的記載 可能就會被 提出掉 第一階段 要有三個領寫人 把你的戶籍地址 跟國民身份證的統一編號 都寫上去 下一頁 那第二個是 你要提出罷免的理由書 那這個理由書 有重要的意義 什麼重要的意義 晚一點再跟各位說明 上面只能寫5000個字 不可以於5000個字 你對它有什麼 不滿 你要文筆很經歷 在5000個字之內把它寫完 再下一頁 那真正麻煩的 是這個提議人的名稱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5760個人 2%的那個門檻 每一個參與提議的人 他必須在上面 要填上他的姓名 戶籍地址 身份證統一編號 並且要簽名改造 那各位在這個表格上面 事實上會發現一些 法律所沒有要求的記載事項 包括了出生的年月制 包括了性別 包括職業 這些都不是法律所要求 記載的事項 以法論法 這三個欄位沒有田 總選會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 可以把它提出 但是這整個格式上面做起來 就會讓你覺得非常的麻煩 因為 當人民要行使權利的時候 在法律上面 其實我只關注一件事情 另一件事情是 你所表達要罷免的這個意思 是不是你本人的正義 只要是你的意思 能夠順利地傳達出去就好 前一波在改革公民投票法的運動當中 許多的團體 許多的學者 要求 內政部 要求中選會 建立 電子連署系統 如果說今天我們報順 都可以用自然的憑證 在廣度上面完成的話 為什麼公民投票的連署 要弄得那麼困難 要弄得那麼複雜 任何有參與公民投票連署工作 實際的工作人員 都會跟你講說 做完一次公民投票 我這輩子永遠不要再做 繁複 無聊 浪費勞力時間 費用 超乎你可以想像的程度 你每天就在整理那些連署書 最後裝帝的時候 還要求你春禮 為大貴 對不起我岔開話講 就是說 我對於 先生不滿 是因為 當他從 自由主義的學者 轉變成一個政治任務的時候 掌握權力的時候 他在他任內做的事情 跟人民權力 特別是憲法基本權力的捍衛 有關係的事情 完全不做 他在做的事情 是在幫助 他權力來源的基礎 馬英九憲政 2012年的選舉的時候 怎麼樣透過違反憲政規則的提前選舉 能夠去取得不公平的優勢 後面那句話我先不講 前面那句話一定要講清楚 為什麼 第一個 集會游行法 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可以修 他不修 那是他主管的法規 第二個 公民投票法 面對公民投票法的改革 其他的投票名牌 那些事情 我們都先不講 一個簡單的電子連署系統 可以說已經有高度共識的事情 可以做 完全不願意去做 現在是什麼時代 如果當1985都可以透過網路 號召25萬公民包圍 海拔荷蘭大道的時候 人民直接權力的行事 真的要弄得跟十七時代一樣 他把你弄得跟十七時代一樣 只有一個理由 讓你很麻煩 讓從事運動的人很麻煩 讓你這個權力難以行使 下一題 好 你順利的做完了第一個階段的提議以後 第二個階段是連署 連署是第二步 困難 速度要快 為什麼我說困難 速度要快 學委員會他收到提案以後 查核完成以後 會進入連署的階段 可是他如果在查核以後 發現人數不足 請問人數不足是說 你收到你以原夠了 但是他批除裡面 很多他認為不合格的 提案人的明策 可能有人根本就不是 具有選舉權的人 可能他的戶籍地址寫錯了 身分證字號寫錯了 全部通通都要被剔除掉 你只有五天五天的時間 對於任何一個運動者 要進行罷免的運動 然後第一堂課就是 提議書要多準備一點 先綁著 不要交出去 等到他要你補題的時候 你手上才有東西可以補題 要不然他真的要你補題的時候 你去補天當中 哪裡生這些提議書 還會怕 衝過了這一關以後 中選會會要求你去領取連署人的名策 三十天要連署百分之十三 這百分之十三還不可以跟提議人重複 也就是你要2%再cross 13%總共要15%再按一下 如果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例子 一樣是那個A選區 你必須連署的人數 要加上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個人 才能夠完成第二階段的連署 你如果說從比較罷免制度的角度上來看 整個選區有選舉權的人的百分之十三 不能夠說是過高 不能夠說是過高 但是為什麼我說它是 禁忽違憲的不合理性 三十天的限制 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 在要求罷免連署的時候 是用三十天再限制你要完成連署的時間 最短的六十天 大部分三個月 三十天要簽到百分之十三 代表什麼事情 作為一個運動者來講是 你要提交提議人名測的那個時間點 你心裡要準備說 I'm ready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的樁腳在哪裡 我都知道了 這些樁腳等我一拿到連署人名測以後 馬上可以開始動作 在三十天的時間當中簽完 事實上不是三十天簽完 你大概只有二十天到二十五天簽完 理由是 連署人名測 一樣要按照村裡裡 排序 繳到中選會序 這樣才可以 那你就想嘛 你要去整理三萬多個人的地址 然後把不合格的提出票 去分離裡 把它撞立起來 需要一定的時間做準備 所以對於運動者來講是 他必須要先準備好 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問題是 這個運動者 有沒有可能先準備好 我們等一下 再說明 下一頁 第三步 最困難 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就如同目前公民投票法 要求公民投票 投票率 必須要過百分之五十一樣 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它創造了一個效果 那一個效果是 任何 任何 面臨 罷免威脅的 立法委員 或者是其他 透過選舉的方式 選出來的風土 他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 讓大家都不要去投票 就好 在他們的 在這個法律設計的觀念裡是 所有沒有去投票的人 都是贊成要把它留下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法律預設 違反了當代 民主 參與 最基本的原理原則 只有贊出來投票的人 才有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你沒有附加這樣子的門檻 導致 現在你要罷免一個人 實際上 所需要的票 會比他當初當選的票 還要高少 回到上面那個例子 再看一下 28到8千 個人 代表要有14萬4千個人 為了反對他 出來投票 這個大年案 才可以通過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上一次的選舉結果 你會發現說 大概我們在劃定選區的時候 除了一些縣市上面的特殊性的要求 譬如說 青門啊 澎湖啊 麻祖 那些區域之外 如果在都會區的話 大概平均是25萬到30萬的人口 會劃定一個選舉區域立委的選舉區 25萬到30萬的選舉選人數 你再去看 那些當選人的票數 絕對不會有一個當選人他的票數 超過 今天跟各位所報導的這個例子 14萬 事件藏票 非常的困難 雖然困難 雖然困難 但是 整個 罷免的流程 可以進行的很快 從你提案 連署30天要完成 提出了這個連署了以後 總選會在40天裡面 要查對完成 要決定 他要不要為成立的宣告 如果他宣告成案 在30天之內 就必須要進行 罷免的投票 因此 假設 憲法133聯盟 從現在開始動作 我們第一次 只要憲法133聯盟 有大家的協助 能夠衝破前兩關的話 我們第一次的罷免投票 在今年連比以前 就可以實行 他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下一頁 那 這個我就不細講 這主要是在 整理美國各州 他在罷免法治上面 相關的推定 那各位其實只要看最右邊那一欄 就知道 最右邊那一欄是 他們要去簽連署的人數 所需要 給你的時間 沒有一個地方 是30天 那我也可以跟各位講 是 美國在簽罷免 或是簽公民投票的選舉的時候 那個 他們要的是那個signature 跟例子寫的 一條一條 非常的簡便 沒有像我們還用 十七十八的方式 再進行罷免的提議 跟連署 下一頁 那真正可惡的 是這個條路 我們剛剛所講的 那麼短暫 那麼大規模的活動 大家可以想到說 一定要什麼 非常密集的宣傳跟動員 才有可能達成 但是 我們的罷免權 還在戒嚴 現行的法令 不准你 宣傳 罷免活動 不准宣傳 如果宣傳的話 除 其台幣 十萬以上 一百萬以下的罰款 那一般的公民 我今天非常支持 憲法一三三的活動 但是一想到說 欸 我這樣子算不算是意氣用事 我第二天會不會接到一張 十萬到一百萬元的罰單 如果不繳的話 國家就可以封我的戶頭 查封我的房子 事情有這麼嚴重 你要不要再三思一下 真的要行使你這樣子的權利嗎 這個規定 什麼時候制定的 1983年 動員勘亂時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79條 第二項規定 罷免案的進行 除了徵求連署的必要活動 我們等一下是什麼叫做徵求連署的必要活動 請一步跟各位說明 不得有 罷免的宣傳活動 為什麼立這個法條 也就是每一個立法者 他在寫一個法條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立法目的 動員勘亂時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79條的立法理由是什麼 答案是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當初提案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翻遍了當初提案到立法院的立法院公報 對於這個法條的規定 他唯一的理由是 把法條的規定再重操一次 各位以後如果看立法院公報 就除了看法條以外 一定要記得看他的理由 你如果看他的理由 是把法條重操一次的話 那那個法條是沒有理由的 那為什麼沒有理由 因為那個理由說不出口 那個理由說不出口 那為什麼說不出口 不用進一步解釋 1983年可能在座的 很多人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想像說 那個時候的施封背景是什麼 我們來對照一下 1983年對於選舉權的限制是什麼 1983年對於選舉權的限制是 候選人或其助選員進行活動 不得有阻列情勢 在證件發表會外 另行公開演講 除了證件發表會 不可以公開演講 那我不可以公開演講是 要如何的讓我的選民知道 我要去競逐這個公職的理念 我的想法 我的報復 我對於選民的承諾 在動員開演時期 在借員時期是 這些事情通通都不需要 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要 讓你了解 你只要是我的啪花咖 在我的組織範圍當中 我透過農會 我透過漁會 我透過農田水利會 時間到了 叫你出來投票 你就出來投票 把人民當成投票部隊 從來不是把人民當成國家主任 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如果說 1983年 第55條 對於選舉活動的限制 今天還存在的話 我相信今天台灣社會一定會暴動 太荒謬了 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規定 下一頁 選舉權被釋放了 因為立法院全面改選 我們看現在55條 候選人及其助選人的禁險言論 不得有下列情勢 傷破他人犯內亂外壞 傷破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最 55條 56條 基本上面的規範是 你大概在選舉的時候 不要去號召人民以強暴 脅迫的方式 透過武裝暴動的方式來顛覆政府 大概只要不要做到那個程度 基本上是不受任何限制 那時間到了大家會去休息 不要破壞人家晚上睡覺的安寧 從今天的角度上來看 這些事情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再來看 在2013年的台灣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86條的規定 罷免提議的人 在徵求連署的期間 可以設罷免辦事處 那問題是 這個罷免辦事處 不可以設為機構 機關學校 那這個可以理解 公務機關可能某個程度上 有行政重力的要求 學校是一個教育的地域 學校是一個教育的地方 但是你不可以設在 依法設立的人民團體上面 那依法設立的人民團體 目前台灣公民社會的主力就是什麼 做是人民團體 為什麼不能夠設在 人民團體的辦事處 講個道理出來 我不相信中選會 講得出什麼道理出來 因為 只要是搞罷免的人民團體 絕對不合法 所以不符合 你法設立的要件嗎 罷免案的進行 除了徵求連署的必要活動 不得 有罷免的宣傳 再一次 我這樣子秀給大家看 是說 1983年動員開玩時期 還在戒嚴的罷免法制 在2013年宣稱已經戒嚴的台灣 繼續存在 你敢宣傳 我就罷你 請問 沒有任何的公開的宣傳活動 你如何有可能 去跨過第一階段的提議 第二階段的連署 第三階段 百分之五十 投票能看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他直接叫你什麼 不要搞罷免 我一開始開場的時候說 我從一個關心 憲法133活動的旁觀者 希望能夠變成參與者 我決定參與的第一個活動就是 我要開始幫這個罷免活動宣傳 中選會 一定要出來面對這個法條 告訴大家 中選會承認 這是一個違憲的法律 他絕對不會執行 而且承諾 立刻非共修法 還是 我們的中選會 已經成為了 在 為戒嚴實習 罷免權限制 執行機關的患者 中選會的主委 出來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下一句 這個是中選會 還是民權多個委員會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說 當我沒有講 就是除了徵求連署出的活動以外 通通不可以宣傳 那中選會 依照母法的授權 制定的一個公職人員 罷免辦事處 及罷免辦事人員設置 自己徵求連署拜訪 第一個 罷免辦事處的設置 一損為限 你只能設一個罷免辦事處 每一個選舉區 即使是立法委員 不要講總統 他的服務員 有過了過 你只能設一個 罷免辦事處 其他地方公共不準設 一樣的問題 到底在哪裡 講得到你 用文語說服 第二個 罷免辦事人員的名額 提議罷免立法委員 還不可以超過20個人 就是你要有20個人工作人員 在一個定免當中 他還不可以有任何宣傳活動 要像螞蟻一樣 那些螞蟻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下面的事情 第11條 只能印發罷免理由數 就是你那20個人可以幹嘛 可以出去罷免 罷免理由數 除此以外 不准有任何宣傳活動 你敢宣傳我罷你 那今天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願意站出來 直接挑戰首選會 第8條規定說 好 那你要設罷免辦事處 什麼時候開始設呢 你從提出罷免案的7天以內 你要被聚罷免辦事處登記書 還有罷免辦事人員名冊一份 送請主辦選舉委員會審的 不要忘記喔 從你提出罷免提議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剩下多少的時間 你那些時間還要被他審核什麼 還要審核你的辦事處 還要審核你的宅家寧院 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規定 下菸 其實這樣子剝奪還不夠 還不夠 然後 在2012年 也就是 當各位 剛選完立法委員以後 有一批立委 剛選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或許都要預知到 他接下來會做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心裡的預期 我來給展望大 我接下來任期會做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他提出的立法院 在立法院裡面的提案是 進一步 讓你的罷免程序 變得很複雜 怎麼樣讓罷免程序變得很複雜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東西以外 每一個提議人跟連署人 要求你把身份證證反面 引本交出來 以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各於自己的各自 各於身份證盡交出來 乍天這麼猖獗的時代 你要管的身份證贏能給我 你會擔心 那擔心的效果是什麼 我理念上支持你 但是要我交身份證盤 因為你的人都沒有 還會讓 還要繼續讓你 行使直接民權的路 變得很困難 那上面的這些人 在立法院公報裡面都有記載 那當然連署人 有的時候我們會對他採取比較寬容的看 因為有時候立法院提案的連署 都是在請客官說 助理拿到另外一個立法委員的助理 是說非公務員請你簽一下 那我們的立法委員不認真不負責 有的時候他們是閉著眼睛在嫌 他要提案他就簽 但是 提案的這六個人 請大家記住他們的名字 請各位簽 請我們×給我簽 求文宴 記國動 謝柯良 吳玉勝 張祺真 李慶華 這六個人覺得前面的限制還不夠 還要讓你罷免權的weight 變得更困難 下一頁 公立投票法的修正不需要再說了 各位會發現說在選辦法特別對於罷免這個權力行使的限制 他在某一個程度上跟公投房 兩樓公投房相比的一群皇后之妙 如果我們的創制副權還被鎖在揚龍當中的話 我要說的是我們的罷免權還在戒嚴 那問題是即使罷免權還在戒嚴 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棄說太麻煩了 不要做 我會成功 我講一個小故事給各位 2010年的時候 簽了給法 在簽給法的時候一個很主要的訴求是 要公投 民進黨提的一個公投案 被公審會國文 就算了 摸摸鼻子就算了 有另外一個政治團體 就要把公投提案了一次 被公審會國文 提案第二次 被公審會國文 提案第三次 再被公審會國文 那個時候 我們有一群學者根本看不下去 直接跟公審會的委員校正 出來變得 你憑什麼 把人民的公審會議案 出來變得 連白都白好了 通通不來 躲起來 就像 之前不是有人說 鄭秀寧老師照瞭抹黑 還有這種蒙病 我大概是記得這三個字 鄭老師直接出來跟教育官院長校正 出來變得 不敢 三次的公審會國文 他們沒有摸摸鼻子 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打官司 有一群學者跟律師 幫他們打官司 打到高等行政法院 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打贏了 那個時候 連法公審案國違 各位如果去查查那個時候的報紙 一家 大事務所 的老闆 先生 在報紙上面寫 這個公審提案本來就應該被破了 是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出來的 公審會 不應該過 直接賞了公審會來巴掌 那我不曉得要賞 公審會來巴掌 公審會來巴掌 問題是 撥毀了以後 公審會的委員 在他們任期協議前 再一次博委 已經打贏了 就當行政法院說 公審會你錯了 再博委 在任期結束以前 再博委 博委完了以後 大概就卸任了 那該做官的去做官 該回學校當行政主管的 回學校當行政主管 這筆帳 一定要算 你如果不跟他們算這筆帳 未來的人有量血量 大家跟著這樣幹 雖然遭遇到了這樣的挫折 但是 那個團體跟一群朋友 持續的去走這條路 你如果問我說有沒有意義 我說很有意義 因為 打完了這趟官司以後 我們最起碼證明 我們是正義的那一方 接下來的活回 濫權 只是再一次的凸顯 這個政府 對於人民參政權的剝奪 而且 他已經是無禮難恨 到了幾年 這個政權 這個政府 他之所以會這麼蠻恨 他的權力基礎 在國位 當 他們做的事情跟民意明顯違反的時候 剛剛所長的 還在戒嚴的罷免法 他們以為是他們的保護傘 是他們的心中造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願意從 一個觀察者 變成參與者 因為如果 今天有一群人人 洪光遠先生 洪敏輝老師 柯一鎮導念 楊光碩先生 林真祥先生 文魯碧律師 他們願意再出來 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覺得值得加入他們 把這個金鐘造打破 讓他們知道 你們做這些事情 肯定會算賬 你們必須要付出彈中 謝謝 謝謝 大家可以站起來鼓掌 沒有關係 進來要鼓掌那麼全 謝謝 那問一下大家 還要罷免嗎 要 當然 你們還是要罷免喔 這麼笨蛋還是要罷對不對 還是要被抓嗎 對不對 不要宣傳 你要不要宣傳 要 你們這群報名 不是 那我們現在 開放一些問題啦 那因為我們有請 馮光亮老師 看他能來先生說吧 可是他好像在路上 那但是 我還沒有得到最後的消息 所以 所以還不知道他等一下會過來 然後 我們在他還沒來之前的時候 我們趕快利用一點時間 跟機會 然後問一下 國上老師啊 因為他剛剛 做了很多表態 感覺就要當烈士一樣 你們可以在 每個人就是 30秒好不好 30秒時間 問問題 不然就是提出你的疑問 或者做你的comment 再30秒 請結束 當然你也可以歡迎表達M11 這個就不是我們的控制 好 那我們先三個 一 二 好 三個 我們就是三位 三位可愛的女士 好 來 第一 對 在這邊 這邊 這是 我們想要請問問 是 有沒有 是 不好意思 好 我想要請問問問 是不是 嗯 在這一段問題裏面 我們都有人看到就是 嗯 老師一直在提到 電影連署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他跟投票的性質上的雷同 然後我們的不在地投票到現在也都還沒有任何的動機 那這樣子如果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公民投票法開始的電子聯署 它是不是造成了一個選決難度 就選上的難度跟被罷免難度不同的這個現象 就是罷免的時候可以電子聯署 但是投票的時候我們並不能夠做不在一起 那另外就是在投影部問說 我不知道在憲法學上怎麼樣看待 就是選舉跟罷免這兩件事情 就是選舉難度跟罷免難度應該要一樣嗎? 他應該要怎麼被看待 就是是罷免應該要難一點呢? 還是選舉應該要難一點? 然後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考慮到 就是選舉的成本跟罷免的成本? 那這些就是在男生報告人們就能看到 我想請問什麼講講 謝謝老師 好好的問題喔 第一個 我剛剛所講的聯署啊 只是你取得投票這個機會的門票 它不是現實的投票的行為 現實的投票行為 你如果問我個人的話 我甚至會再説說 在身份積合沒有困難的情況之下 未來有可能可以去開放電子投票 這樣的一個行為 不再起投票這件事情 我個人也是贊成的 問題是說 你把電子的連署跟投票行為本身 太快做一個連結了 我剛剛說的那個連署 只是你去真的去投放那張票的一個門檻而已 那達到那個門檻 其實你要問的一件事情是說 在這個選區裡面 是不是有足夠一定以上的人 表態說 我希望把這個人拉下來 我希望把這個人拉下來 去正當化 你接下來去花錢辦這個選舉 那其實你要確認的只有什麼 只有這個 它真實一致的表達 對於罷免的限制 最拙劣 也最不應該的 就是透過這種形式上面 格式上的限制 把它弄得很複雜 第二個問題 學姐跟罷免的關係 一般的來講是 罷免應該要難一點 沒有錯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罷免不是難一點 罷免是難很多點 罷免是難N點 當然 我們現在對於整個選舉權 當選人 他事實上是一定成立的法杖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在當選最近的這一年內 你不能夠去行持罷免權 這個時間上面的限制 我覺得這個避免說 差距很小的人 他在落選了以後 他馬上要去啟動 那個罷免的機制 會導致整個大一陣子 不是很難定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 你要把罷免制度 弄到難道是 這個制度 變成憲法上面的一個條件 他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那最後一個 我事實上是要講成本的事情 我該怎麼講呢 就是 當政府啊 希望你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 你該花的錢還是要花 他不希望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成本永遠都是有問題 你們如果觀察 你們如果觀察 最近 對於公投的發言 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公投要花錢 你直接選立的行事 該花的錢當然要花 如果不要花錢 是不是選舉都不要辦 講個議陣以後 但是你再去回想 之前 不管是在美牛的問題 還是在AQA的問題 他事實上 成本 用民意調查就好啦 為什麼要辦公投呢 民意調查很清楚啦 那我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要不要新建合適 現在民意調查清楚 清楚的不得了 那為什麼要辦公投呢 請問黃老師 就是那個大年法 就是有很多選資 非常不合理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就是申請大團官釋憲的方式來解決 可是同時我知道說就是集會有刑法 好像想去申請大法官釋憲 可是他就拖延以前 昨天就是沒有去處理 那為什麼他可以就是這樣不處理 謝謝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要申請釋憲 以人理的角度要申請釋憲的話 必須要有具體的case 那打到確定的理由 譬如說啦 今天我們不是 不是我自己啦 剛剛你們全部都表態了 我們大家一起對中選會暗化 我們要開始宣傳來發我 當他發我的時候 做了一個對我不利的行政處分 我會拿這個行政處分去打行政訴訟 那當官法行政訴訟的時候 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 他認為這個法律有違憲的意義 停止審判程序 用法官的身份直接申請大法官釋憲 那第二個是 這個法官把眼睛閉起來說 我不管你這個法條 違憲不違憲 這不是我要處理的問題 你既然有宣傳的活動它法律 你適用法律沒有錯誤 把我的行政訴訟折了 等到我敗訴確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取得 申請大法官釋的資格 那第二個可能性呢 是立法委員申請釋憲 立法委員如果要申請釋憲的話 事實上是 什麼時候可以做 當他在修正法律的時候 因為當他修正法律的時候 等於是立法委員行使職權 就職權的行使本身 有沒有違反憲法發生意義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以申請大法官釋 但是如果我們有猜錯的話 依照我們目前國會的性格 選爸爸的修正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排上安全檔 那程序委員會就把你封殺 因為現在很多法案 他們的態度都是這樣的 他不願意正 正式面對表態的 他在程序上面 就把你封殺掉 你要去護航 通過一個法案去護航 某些各地的權貴團體 是最愚蠢的事情 因為你通過那個法案 牌子可以知道寫下來 但是你要封殺一個法案 去保護一些各地的權貴主權 是最簡單的事情 因為那是不找邊境的事情 一般的人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追蹤說 他們這些立法委員 到底在幹什麼事情 你要看整個行為都是你才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我受罰 或者是你們受罰 希望就是你們受罰 因為我受罰 我不用請律師 我自己人打就好了 你們如果被罰 我今天成了 我幫你們打完事 那第二個是 透過立委 申請視線的方式 對不起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那個道理 跟立法委員 他不願意表態是一模一樣的 立委不表態的方式就是把你法案封殺 大法官不想表態的方式是什麼 程序博為 他不受理你這個視線啊 程序上就博為 因為 對於他來講 做核線的解釋 做微線的解釋 內心的交戰 假設 我們的大法官還願意 內心交戰的話 他太恐怖了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他不要做 食品的解釋 迴避這個問題 但是 集友法 我覺得 我們的大法官是策略性的 吃吃的 在等國會修法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號稱 把兩公園內閣謊 也號稱 找了一群國際專家 來品斷我們的集友法 最後的結論 似乎 我們的集友法規定 也違反兩公園 但是 有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我們大家一天到來 上街去抗議這個殘暴的政府的時候 還在被這個集友法的烏雲 籠罩著 前兩天不是 開始有人出來喊說要辦什麼 辦報名嗎 那就看看他有沒有種 用集友法辦 而代表你前面兩公園內閣謊法化 找國際專家來品斷 我們內閣謊法跟兩公園施行 不相似的地方 事實上都 我不曉得說要勃虛名 還是在做假式 不曉得什麼形容詞比較好 不過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很 誠懇的拜託大家是 法英九先生 下次在行使憲法的權限 替大法官的時候 立法院在行使統一選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關心 當我們不關心的時候 就會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一千多年 都可以不做出解釋 你可以去跟大法官討論的說法 我們民間施改會 就是我是民間施改會的成員 民間施改會的成員一天到晚希望 跟大法官討論的說法 目前這個說法已經跑到第三側了 就跑了三側的說法 得到的說法其實並不夠 下次如果有遇到大法官的時候 可以問他 給你們基督法什麼時候 要做出解釋 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那他們事實上是 我猜他們在等 他們在等立法院 自己修 那自己修 把申請釋憲的條文 修掉了以後 那個釋憲案就目的表 就是 喪失了他的實力 那他們就不用 做警示 那現在兩邊 大家在僵持當中 看誰要做這件事情 我想說 如果是30天 就是幾乎 作業上是很難達成的 那可以提幾次啊 就是說如果第一次失敗 是同一批人還可以繼續再提嗎 還是說就無辦法再提 在釋書上面 他並沒有做限制 你還可以再提 就是重新再來過一次就可以了 謝謝 我想請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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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去 立委呢 為什麼 因為 剛剛 沒有太提這個問題 但是有提這個 帶導 就是說 大法官是釋憲了 說 因為這個 沒有什麼尋找去的問題 所以你沒辦法 有一個 罷免的 來 法園或者什麼 權利益具體 但是我覺得這個 說法不太能成立 因為事實上 有些國家 是 所有的國會議員 都是不依賴的主 但他 都沒有 個別的依存區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 那個國家等於 不會有辦法使用的存在 但我們聽起來很怪異 知道 我們幫到什麼時候 分表的層次來說 老公 呃 現在 選罷法規定 不分區 不被罵了 的規定 沒有違憲 並不代表說 你規定成 他可以被罵了 會違憲 兩者之間 沒有這個因果關係 只不過說 我們目前不分區的選次 你要在制度上面 設計到一個 可以去推動罷免制度的話 設計起來 相對而言 對蠻複雜的 因為 當初我們現在所利用的 是 政黨他們在排一次 就 第一名是誰 第二名是誰 第三名是誰 因為他給你一個歷史 你必須要 某個程度 像是包裹兩句 你要不然就全部買不單 你沒有個別表示意見的機會 但是其他國家如果說 在不分區的立委當中 你事實上選民是可以投那個個人 透過選民的投票數 去排他的序列 但是台灣並沒有採取 這樣子的制度 那當沒有採取這樣子的制度 你要去處理不分區的問題的話 恐怕就變成是 沒有辦法單純的 從你這個制度的角度來講 也就是說 從不分區立委 產生的方式 都要做空盤的檢討 當你選舉的方式 確定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相應的去設計 罷免的方式 因為你罷免方式的民主原理 必須要對應 你在設計選舉方式的民主 選舉是不一樣的 以現在的 不分區立委選舉的方式來講的話 我必須要承認說 你要針對那個去 設計一套罷免的制度 事實上是有他的難度在 不太容易處理 譬如說 我如果今天設定一個 譬如之前大家最感冒的是 陳正香先生 他一個人就想要把軍神法 給擋下來 他就罷免他 突然發現說 他沒有辦法再罷免 所以就開始要求 國民黨和執政黨 開除他的黨籍 那政治壓力是不是可以到 開除他的黨籍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你要去罷免陳正香 因為選區是全國 那你要怎麼去copy date 就是怎麼去計算說 到陳正香的 那個順位的民意 的選票基礎有多少 要有多少人出來投票 這件事情在設計上面 的確是有他的分量存在 我們的精神 李秀蘭 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那個 李秀蘭說不能喝酒 我剛才還是喝了一點 明天就跟李秀蘭唱會 現在法律三家聯盟的組成分子 基本上都是高挫折 基本上都是高挫折 那高挫折呢 那裡面 那有幾個 是高血壓 謝謝法律三家 那個實踐聯盟 我們這批 剛剛 就是說 一直在討論這些事情的 我們這批朋友 其實 裡面很多 是對台灣 還有一些 感情的人 覺得台灣 民主不應該只是現在的樣子 覺得台灣的民主 應該是比 現在這個樣子 要 要變成2.0的版本 甚至更高的版本 那我覺得這就是 憲法律三家 能實踐聯盟 民主成分子的 一個大家的 一個比較共同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次的這個活動 基本上 它的整個大的含義 應該是A 而且我們希望 比如說 像這樣子的運動 讓 立法院裡面的一些委員 例如說在10月的時候 當店家要上漲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站出來 他們一定要選擇 他們是支持馬英九的 漲價政策 還是 或者是 譬如說 他們應該緊盯經濟部 要經濟部 就是說 實際要拿出一套辦法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不能夠亂找 要不然我們交的錢 全部都要到 剛剛那邊 那邊去了 是不是 所以 我相信 這樣子的活動 對於 立法院裡面的那些委員 尤其是不認真的委員 尤其是那種 你知道 只有馬力沒有民意的委員 我相信是一種很大的壓力 所以無論如何 大家一定要 幫我們 不是幫我們 是幫大家自己 台灣的民主 走到這個地步 原本 大家可以出來 可以休息一下 這不是說 這出了幹嘛 也就 你知道 整個民主 回到20年之前 因為我們還有點點時間 可不可以 再一個問題 一個假的 一個問題 好 還有沒有誰 有 我們再來三個問題 好 對不對 最後面 好 來 那個 麥克莫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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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陳老師你好 剛剛對於 罷免權的未來 兩位都有提到說 修砍投票能砍這個問題 那 因為算你們沒有仔細講 所以我就先解釋說 你們可能是對於 二十三個五十這個關鍵的數字 需要做一些修改 那我個人是 需要提出一個 另外一個想法 是說 額 抓住 剛剛黃先生也有提過 就是 我有站出來的人 才能對公眾事務說話 Ecisions are made by those who shut up 所以說 如果正在這個精神出發的話 我認為是不是我們可以跳脫 提出另外一個想法是 我們不要去管 十三二跟五十的數字 我們應該想的是 投票的人裡面 那些人裡面 他決定出來的相對多數 比方說我投 我要不要罷免他是兩個選項 四跟五四 當然還是有廢票啦 但是 這兩個人裡面的相對多數 來做 我不是要去去確定說 二十三跟五十這個數字 我覺得這個是我 聽完對於未來的展望方面 我個人反而比較偏好的一個想法 那也提供出來給大家 謝謝 謝謝 其實當你把投票的門檻 百分之五十的投票門檻廢掉以後 實際投票這樣的運作 就會如同你所建議的方式一樣 那剩下的差點是說 你要設什麼樣的門檻 去trigger那個投票行為的發射 那前面是二加十三 這樣子的方式 那其實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有電子 鐵屬的系統的話 看看設在百分之十 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或者是像瑞士的利 或者是像瑞士的立法力 因為瑞士有六個偏能 他們是有罷免的制度 但是他們在設罷免的制度的時候 就如同他們的公益投票一樣 去trigger那個投票發生的門檻 相對來講都是非常努力的 最低的朋友大概只要一千個人 就可以讓這個投票非發生 那你可以再稍微設高一點 沒有關係 不過我覺得百分之五十的 那樣門檻的廢止 我是完全贊成你們的意見 那那個門檻一廢止 實際運作的效果就如同你所說的 出來投票的人 贊成罷免的比反對罷免的多 那個人你就下來吧 來隔壁 加油 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現在我就是 我有一個提問的 就是說 那這個活動應該就是 我們大家會第一次去執行它 那可能一開始的能量 可能不會有這麼大 那會不會就是說 一開始選擇 執行的這個對象 大約很會的 其實會不會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 現在大家普遍的熟悉就是說 像我有時候就會去參加 那個 反核四五六的運分 那其實 其實每次每次參加 其實人數並不會很多 但是我覺得 人數並不會很多 代表說 就是反核的人又多 而是說 大家現在的 大家的習性 比較會是一次性的 就是說大家會 類似說 25萬人一起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大家在 徵召這些 連署的人 可能就是說 可能 必須要類似 炒團借鑑 你可能要在幾次的活動中 一次就要把大量的人找進來 而不是說 一個漫長的時間 然後靠 要分散式的數據去蒐集這個人數 那就像說 我們可以決定 就像說 1985的運動 他其實這個 人數最多 會被蒐集起來 會這麼多人參加 其實就關鍵於在這個 曹青森檢長長 他發表的那個 就是那個 起訴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 是一個 非常大 突然會有很多人 會覺得 這個時候我要站出來 所以可能就是 必須要利用很多的事件 在那些事件上 要炒船借鑑 一次就要戒足 這一些量 而不是說 靠漫長的時間 慢慢大家 去 互相去 去做這樣的事情 謝謝 好 這我非常同意 好 對啊 我想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 先收起來 不過 剛剛那個朋友的意思 大概是 我們應該去跟 國民黨接見 對不對 對 國民黨接見 那個 在最後面 剛剛那位 這位朋友就是 你們看在那個 818的時候的照片 照片拍那個 小孩子跟論壇的那一位 小姐 來 大家鼓掌 那張照片是我拍的 然後那位可以 這邊分享一下 參加第一次 走上街頭就上手了 就是大家都有 非常方便的手機 或者是網路系統 像剛剛馮哥講的 網路是我們 非常有用的工具 我們不再依靠 主流媒體傳播來的訊息 因為主流媒體 根本都關心這些事情 每一個人都可以 關心身邊的一些事情 那罷免這件事情 也許我們真的不會成功 但是過程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很冒昧的想請問 就是 哪一個是我們想要罷免的 這個項 讓我們有一個 很關鍵性指標的人物在那裡 也許會有 讓更多人關注的東西 謝謝 剛剛有六位吧 我們現在已經有 單位的問號題 我先讓他們準備答案 好不好 那等一下再 再讓 那個 國唱團 我怎麼問 我怎麼問 你總是有 技術性的問題嗎 後面 那沒有什麼 技術性的問題 超傳接見嗎 我覺得 那概念非常的好 那 我相信 現把133聯盟的人 也對我考慮 那不過 那一件事情現在 可能要等到 talking出來以後 你才會知道 那個船要開到什麼地方去 到底是要 開到 伴水 還是要開到 木掌 還是要開到板橋 還是要開到 新床 那我們決定了 以後 船要開 你講這些人 好像都已經有對象了 沒有 沒有 彈血是誰啊 青裝是誰啊 木掌是誰 好像 我們有特定的指 你約有對象 對不對 我們有特定的指示 你可能要跟馮哥討論一下 那1330 什麼時候要開獎 還是要會金錢明確 沒有 沒有 因為發行人之一 其他指揮 這個 發行人 我們 大概明天會 大概稍微聊一下 剛開始的人數 會 其實 會很少 甚至就是說 也許 我們選第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把自己當作一個 中央廚房來看 中央廚房 如果 我們要把自己做好的話 那如果 我們這個 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顧客 知道我們在 就說 剛才會是手探的菜色的時候 我們也許前面 我們先做一道示範的菜色 就是說 我們先霸一個 霸一個人 當一個示範 大家以後呢 就知道 我霸你 就這麼一個事 霸你原來是這樣子舉行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下面 我們也許 我們縮小打擊面 我們也許只選一個 兩個 頂多也許三個人 當作我們的目標 如果到時候 中部、南部、東部 都能夠有地方的這些 加入 現懷站站實驗中的人 願意跟我們一起 譬如說 他們那個地方 他們認為不適合的這些委員 那我們作為 一個中央廚房 我們絕對會提供 我們現在 所知道的一些 功能 當下 我跟你們剛剛 也有一直 不斷的點名到 那種1985 然後 我們剛好也有一個建築師 是來自於1985的團體 然後所以 我們請這位建築師 自我介紹 然後再 講一下 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因為大家好像可以 你們期待更高 好像大相信 先把133 好 我們開始 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姓陳 葛東誠 然後我是 我是一個建築師 然後我大部分的工作 是在從事 都市計畫跟 都市更新的部分 然後不好意思 我竟然講一整天話 所以 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講話 那你麥克風可以往前進去嗎 剛剛鳳老師有說到草船接見 其實草船接見 在我們整個1985的運作的過程當中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每次我們遇到一點點困境的時候 就會有 像基本卡丑那個 就會出來送完一件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媒體的操作過程當中 其實一直都有題材 其實有一段時間 因為軍檢的不合作也 讓洪家的律師團有遇到一點挫折 然後我們的一些運作也遇到一些挫折 然後在我們的話題性上 有時候沒有辦法那麼持續的延續下去的時候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政府就一直在製造件 然後一直射過來 對 所以 因為我不是聯盟裡面主要的發言人 我今天用一個 就站得比較近的項目的角色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說 為什麼1985兩次活動就可以號召出這麼多人 其實 我已經也不知道 這是實話 我們真的不是要用 其實大家應該都多多少少 如果有在關心的話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第一次從發起 甚至到我們第一次包圍國關部 其實我們根本都沒有預期到那麼多人 就是包括7月20號的活動 但是就是來了那麼多人 然後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團體也許會有一些聲音 但是 不過分 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的猜測可能是因為當病症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男性都當過病 大家都知道軍中是什麼樣子 不管你是自己親身受過那些鳥屍 或是說沒有聽說過別人就受過那些鳥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整個讓大家的共鳴上面 是一個比較有利的地方 818的活動我也有去參加 現在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努力有關的工作 所以我很清楚說 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是覺得說 你要獨根就獨根啊 你要人家要幹嘛就跟人家幹嘛 你不要為了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妨害大家的權益之類的 所以 也許 他們運作了那麼久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818 就沒有相信7月20號1985的活動 但是其實在我看來 我覺得818那邊的活動 其實雖然他們可能不到2萬個人 但是我覺得他們達到的高度是 各個15萬人比較 而且是一個非常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是一個非常有聰明的情形的活動 所以不管是1985到農政要 或是在文化圖、文化圖、文化圖、文化圖 他們要做的現法1330年齡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在做一個 也許 文化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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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圖 最主要的重點還是在 大家願意站出來 大家願意關心 這是一個現在最重要的話題 謝謝 謝謝 感覺大家已經9點半了 感覺大家好像很像走這樣子 然後 一般來說我們這裡會到2點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來 只是沒有關係 然後等一下會有人帶點吃的、喝的 跟你在一般的團體一樣 會有人帶一個包子啊 那因為趁這兩位 國昌還有彭老師他們都在的時候 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好不好 讓大家一個、五位、兩位、三位 好,來開始吧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在那個 不曉得外國立法益是怎樣 那如果說以後我們在投那個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強制大家說 你候選人的政黨 跟你投給政黨票是這樣的 一定要分開 因為我非常質疑這種兩黨政治 我認為長期的這種兩黨政治 尤其是英國威力 那之前的英國也是一樣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一個表演政治 實力長期下來 什麼世界會 誰會當選 都是可以預期的 這個還有什麼民族可言嗎 我反而覺得歐陸那種多黨的 然後有些人會消失 又有些人會起來 我覺得這應該反而是比較正常 比較符合多元社會的老師 那我們現在的這種單一選區兩票制 比政黨票的候選人 會雷同度非常的高 這個 還有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意義存在嗎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不曉得第三部門這個概念 是從哪邊來的 是歐陸先還是美國那邊先 那我不曉得說 黃教授對於第三部門 這樣的想法是怎麼樣 謝謝 謝謝 沒有耶 這裡還有一位 當然還有一位 你先往後面來 好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是關於就是這個 建馬133實踐聯盟的活動方向方面 那 因為我 今天目前的理解是 我們的活動呢 是從 罷免某些特定或非特定的立委 開始 那我在想說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活動 它是不是也能夠 同時從 譬如說倡議 我知道可能聽起來很荒謬 就是像立委 倡議說 來修改這個樣子的 罷免權行使的條件 來 來開始 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個罷免權的條件的修改 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中立的價值 就是說這個條件一旦被修改成比較合一的話 它並不是只是對 綠軍產生比較有力的發展 它其實同樣是 你有一個同樣的水平 可以讓藍軍也發揮這樣的制度 對 可能也是有綠軍的立委不私任 那我認為這樣子可以 提升 就是我覺得這個價值可以提升 這個活動的 社會道德的正當性 那對我想 所以我想說是不是 這個 就是憲法一生三實驗聯盟 除了 除了這樣子 罷免立委的 就是 舉動之外 還有其他的 一些活動的方向 或是譬如說 證文落入討論 之類的 我覺得 想從運動的實務方面講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冷漠 就是公民的冷漠 但是我覺得冷漠是一個結果 造成公民會冷漠的原因很多 那我自己的一個觀察跟想法是說 跟這個事件本身對於大部分公民來說的門檻 高不高有很大的原因 譬如說 紅中秋的事情 因為門檻 大概會理解這件事的門檻很低 但相對於紅中秋的事情要理解大部分這件事的門檻就高很多 所以在宣傳的策略上面可能是一個重點 那我直接提一個比較具體 因為我知道像 冯老師 私人有很多好朋友 像李安達的導演 這種有 在文化學院 他在台灣全社會的一定的影響力 但我們尊重他個人的立場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 在宣傳策略上 如果說有一些有全國知名度的人士 願意站出來的話 那這個在 就是打破民眾的冷漠 或至少去關注這個運動的興奮 就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個 郭昌 你要不要先 我先講技術性的一點 第一個是 在法律上面的規範去強制說 你不根據的要分 投給人們 要把它混合出來 這件事情本身 是 是違反民族精神 那為什麼我會說是違反民族精神 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的意志是 我喜歡這個人 我喜歡這個黨 我要投給他們 因為他們剛好是黃的反派 我不能夠表達我自己的意志的話 這樣子的法律設計是奇怪的 那當然我大概可以了解 你想要傳達的意思是說 在現在這樣子的 政黨政治的情況之下 人民的參政權 事實上已經被逐漸了西國化 那但是我覺得 去處理這個西國化的問題 要從兩個角度去著手 第一個是 公民他自己素養的提升 那第二個是 從直接明確形式的方式 讓他人坎變得更低一點 那剛剛也有朋友去提說 要去修改學舉大年法 作為一個運動上面的訴訟 那 當然我不是133的發起人 那個等一下我們都有說明 但是我會贊成 但是我雖然贊成 我要講的是說 推動工頭法的修正 我們很早以前都在做 那甚至連法案都已經寫好 那我們做的方式是 我們把案都寫好 直接交給立法委員 他們本來 該立法委員工作的功課 我們都幫他做好 那交給他們去請他們提案 就請你們 討論這個案子 他們一開始的回應是 相對的 理由是說 這根本就不會過提要感 我講的是在2010年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處理 到2013年 在反核的運動上面 大家開始去認識到說 公頭法是一個條文公頭法 我相信反核的運動 是一個關鍵點 也就是說 在反核運動以前 真的去關心公頭法 或者是真的認同這個公頭法 是條文公頭法的人 相對來講是少數人 那他有蠻長的歷史背景 包括說 之前公頭制度剛設立的時候 可能因為做為一個選舉策略的工具 他在操作上面 讓人家 對他產生反核 就是所謂的公頭法大權 這樣子的一種 選舉的 操作的模式 但是你如果真的仔細回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在重要的公共政策的議題上面 我個人會是一個 直接民權的信仰者 我會盡量希望把民喊降低 讓人民直接的意志 可以養吧 去處理掉代理政治 我們人民的參政權 逐漸稀薄化的問題 但是話雖然不這樣講 如果沒有一個具體的事情 讓大家真的去認識到說 這件事情有多方便 你要去產生去推動去修那個法的 momentum 是做不清楚 因此我即使今天寫完的法案 送到立法院去 會像很多其他的法案一樣 都一直躺在國會當中 很拗緊 但是一次實際的操作 會讓真的對於他們選出來的人 不滿想要去行使這個權利的人 真正的有那個經歷以後 那即使最後萬一 這個罷免最後投票出來 不管是在哪個階段 13個階段還是在投票的階段 如果受到挫敗 讓所有參與的人有這個經驗 我會覺得在那個時候 再去推動修法的時候 他的momentum 才會比較現實的出來 這個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並不是說 反對去修 選舉罷免法治 但是你如果沒有一個具體的律動 譬如說啦 今天鴻哥 如果沒有去推 憲法133的這個律動 那我可能就沒有機會 跟大家講說 原來我們的罷免法治 還在戒嚴 那請問各位會知道說 我們還存在一個 罷免不能夠宣傳的戒嚴力嗎 根本我會知道 所以一個世界會出一個另外一個事件的發生 但是沒有關係 我會相信 只要我們有本心 有意義 整個 最起碼 對於我個人來講 會覺得說 那個力量是在向上提升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採取行動 我們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我到今天為止 我都還相信這個信念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信念的話 會夢會 一直不曉得要怎麼過相處 那第二個部分是 就那個第三部門的事情 其實老實講 我不知道是從美國開始 還是從歐洲開始 但是我對於他的理解是說 在政府 跟在經濟的商業裡 只要公民社會 他所出現的一個新興的力量 可能會是一個機油場地 那種多概念 那我相信很多參與 運動的人 對於這第三部門的概念 或許只有隱隱來 不是那麼寫著 但是 大家實際在參與的時候 事實上 你就已經在實現那個第三部門 他所要去發揮的功能 那我會覺得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 除了我們 不管是選舉罷免 創政復選 這些直接的參選選之外 在我們地方的公共事務當中 參與式的神議式的民族 事實上是不斷地在 那個我們 candidate 都在 只是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去 然後真的有去參與中間的過程 你想到說 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那個本身就是一個極致 當公寓大廈沒有出事的時候 你可能對這個管理委員 會覺得興趣缺缺 但是真的他出了事的時候 譬如說突然有一點你發現說 你被要求要交那麼高的費用 是因為哪裡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你開始有切身之後 你才會去做積極的參與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從小的範圍開始慢慢做 慢慢做的話 期待的是 台灣的整個民主人 政治會隨著公民的術 以及極有團聘 他不斷地同步發展 而逐漸向上提升 沒有任何的改變 是over time 我們需要一段的時間 越來越多的人參 像 哲學 星期五 他開始的時候 可能沒有這個 症狀 現在他們三歲 三歲生日快樂 這個就是他累積的成果 所以第二個問題 講到這個 現在馬一三三的時間明明 它其實 因為我們把這當作一個公民 環境 所以基本上它是中性 因為是中性的 我們比較在乎 外面怎麼來講這個環境 因為到最後 當我們的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也許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們為什麼一開始就是要標榜 就是說馬西立委 這四個字 因為台灣今天很多的問題 是出在哪一九身上 那馬西立委 所以這些年來 讓他們推播出來 那我覺得 他們以而負擔 還有責任 我記得第一天 我們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吳俞生馬上馬上跳出來說 如果你們今天要來 針對馬西立委做罷免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針對蘇西立委 針對蔡西立委做罷免呢 我的回應是說非常歡迎 而且當你們這個罷免 這個運動開始的時候 我會去參加你們記者會 因為罷免是一個概念 就好像選舉是一個概念 我們今天來推民主 很早到以前 跟大家說用投票的方式 選出自己心目中 理想的政治名物 這叫做選舉 所以推選舉沒有說 要推誰 同樣的推罷免 也沒有說要推誰 所以 吳俞生他莫名其妙的跳出來 就是剛剛的草存借劍 很好的意思 對不對 馬上就是送了一雷劍過來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 推罷免的事情 推出來就像剛剛何昌講的 中間如果有挫折 如果有各種不理想的地方 全部都是做為 我們以後修法的參考 而且是實務上的參考 我覺得這是民主聖位的事情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都不理他 那他的這個數據就變得很小 就不太能夠當作一個參考 如果他的數據夠大 那我覺得 就說包括立法者 包括實證者 就必須要把這一次的活動 他的結果 不管成功 不管失敗 當作一個參考的這個數據來看待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如果 大家真的來參加 而且就是說不管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其實很多政黨 也確決於是 很好啊 任何政黨 如果能夠跟著我們的 這個 例如說我們禮拜天開 記者會之後 有其他的政黨 願意加入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政黨也是 這個公民的 比如說他們同學也是公民 所以他們當然有決意 去參加我們 像加入我們這樣的活動 那至於說他顏色 因為我們這次是 改名的是要來 罷免 就是說 就是說 支持馬英九的這些 因為我們這上面的 這些成功書上面的 那些條件 使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事 台灣大多數的 每個現實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件事情 那至於 這位先生的問題 有關於這個 City是不是能夠出來 那我當然就是說 知道 City如果能夠出來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 阿信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張璇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 李安 不要講李安 李安不可能 你知道 我明天還太熟了 李安基本上是不管政治 那 所以呢 啊 能夠往這方向走 其實最好 因為其實很多人 對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有他們自己心脫的偶像 對偶像 如果能夠參與政治 能夠關心政治 他對台灣的未來發展 我覺得絕對是正面的 就這點我們經常去做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 也不只是年輕人的偶像 例如說 如果 一般的這種民眾 比較這個 也不只是都市的 也許是比較 鄉下地方的 你知道 哪個地方的人 都有他們自己心中的偶像 如果我們都能夠聯合到 這些人 在這個 大女的活動裡面 能夠出來替我們站台 我相信這個大女的活動會 非常有趣 非常熱鬧 有聲有色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當作 在這個民主的學習過程裡面 我們用比較快樂的方式去學習 而不是那種煞聲震天 或是鬼胡狼豪醬 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 效果應該會比較更少 那 大家相信我 我基本上是比較屬於二考系的 所以我會想一些 比較二考的方式去玩 那當然我們的team裡面 有很多正經的人 正經的人比較多 他們有他們的方式 我們大家各 就是說 分敬和合集 我覺得 這次的這個活動 應該會很熱鬧 好 謝謝 十點了 我們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還是 很歡迎等一下十點以後 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來 彼此交換一下 意見 想法 那這裡應該是 一點到兩點時間會完 那如果說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 包圍黃國昌老師 或者 鵬光的老師 但是我們鵬光 那個鵬光 我比較建議你們 不要跟他講太多話 因為他時間長 一定要休息 他的站場 還非常非常長 所以就是 有什麼問題可以 跟他來照 就是鬼臉 都非常歡迎 好 謝謝大家 再次的節目 那些掌聲 謝謝大家 掌聲 謝謝大家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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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